想做的事情很多 在自己原來的科系苦讀卻找不到未來嗎? 那你就應該來雲科未來學院 雲科未來學院會針對個人質額發展、量身訂做課程 並且會讓每一位學生在畢業之前 就能具備與產業密切對接的能力 只要符合以上這七點其中一項就可以畢業囉 未來學院出品,未來一片光明 我們當初設立的目標就是基於四性洋才 所以我們希望學生的特質是屬於 想要勇敢追求自己的道路、自己未來 不會受到傳統教育跟傳統學制 或傳統科系綑綁的一個學生的一個特質 然後他勇於去挑戰自己 那勇於想要去設計自己的一個未來的一個道路 然後也去追尋自己的目標 這種就是比較主動、积極的一個特質 會比較適合未來學院 學生必須要先做好 他轉系到前瞻的時候 他必須要先設定好自己的學習方向跟人生的道路 有點是他必須要自己畢業以後的道路去做一個設想 然後經過一些測試跟導師對談 然後去設計他自己想要的一個學習活動 包括所謂的IEP制度學習 然後可能老師就幫他介紹所謂的課程 或每個相關的業師或專家 甚至跟大師就是來做對談 然後做一些學習的一個規劃 那學生基本上在畢業以後都會產出一本像這樣的一個學習報告書 就是在裡面就是記錄了他整個自主學習的規劃跟整個立場還有作品 那整個其實這本書其實都比一般的大 那個碩士或是博士的畢業路還要厚 所以他裡面其實包括了他自己很多的經驗跟很多的一個想法都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當然就是心路歷程 就以現有的畢業生來講我們什麼樣的出路都有 就是說包括學生剛才講自主創業的 所以我們有學生有創業在當老闆的 然後也有在也有創業以後他發現自己學習不夠 又繼續升學而且學校都還不錯 那包括再來就是也有一般就業的 在台積電也在捷運級的就是台中捷運區的 所以我們的就業路子是非常廣的 就是學生他其實我相信就業就是取決在學生自己 對自己的認識他要去找工作的時候 他一定要去認識他自己未來的方向 所以當他一個學生有對自己的一個學習方向認識的時候 我相信就業只是水到渠成的問題 在未來學生的學生目前的發展表現都還不錯 就是他們規劃好的夢想都會達成這樣 對就盡量就是我們就是我們假設協助學生去完成他自己的 想要的一個人生人生的方向跟人生的一個目標 從小其實是比較喜歡動手玩 動手做的那樣那樣以前的學生 那在高職上大學之後 其實我那時候還蠻驚訝 我剛開始讀的是機械系 但是上了機械系之後才發現 大學生活跟我想的不一樣 來到外圈之後我也開始做自己想做的專題 雖然不是全部都很完美 但是就目前為止 我還蠻滿意自己有轉過來的 有做這個決定 就是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對 我們在我跟老師的討論中其實不是很自私的 就是按照計劃一步一步一步來 而是單純是說老師會引導你 所以其實我的專業領域從一開始機械 那延伸到機構設計 那再到那個商業企劃 又從商業企劃又跳到那個 現在在做深度學習相關 然後還有單晶片物聯網 對 那其實每一次的轉變都會有一個起點 那我總會在這種起點 就是可能是課 可能是一個契機 那我就會去跟老師聊 那聊說接下來可以怎麼走 可以怎麼做 那怎麼發展 所以老師就是 你就是跟老師說你想做什麼 那老師就會引導你怎麼去做得更好 或是提供他自己個人的建議這樣 是是是 所以他也不會就是 這個不可行啦 就打敲你也不會 比較不會 他會跟你說我們不建議 但是就這樣不會攔你 所以就是很像一個就是 很有經驗的獎輩 然後比較輕鬆 不會這麼緊張 就是要上台報告說 這是我的提案 我的未來要怎麼樣 對對對不是這樣 都比較像朋友 懂懂懂懂 有些人會說 那個未來學員就是 不知道自己幹嘛才進來的 但事實上 我個人認為真的不是 就是 其實你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在人氣也沒辦法做好 你分辨的事情的話 其實你進來會更慘 其實這裡比較 比較需要的人才會是 以我個人的看法 我會覺得是 清楚自己要幹嘛 然後有明確目標 然後發現元氣可能 就是不適合你的人 才比較適合進來 那至於已經進來 可能還走不到方向的學姨妹的話 我的建議會是 希望你先跟老師討論看看 那看是能夠從課程方面 還是從他們老師個人的計畫方面 可以輔助你 那這些動作都會讓你 就是在未來的歷程 就是可以更好 而不是就是虛度光陰這樣 未來學院歡迎你 未來學院歡迎你